好老叶就是来包冰朗的刻板印象 被封冰箱的高山部落的布农族妈妈们全面颠覆了 以老叶包裹香肠 看上去就像是一颗颗的冰朗一样 不仅吸引人的目光 独特的口感风味也成为封冰箱的隐藏版的美食 究竟风味口感如何呢 一起来看看 蒜泥取代白灰涂抹在老叶片上 高山部落的布农族妈妈拿来包飞鱼卵香肠 包成像一颗颗的冰朗一样 外观相当吸睛 口感风味更令人惊艳 咬下去的时候先有老叶的汁喷出来 然后接下来跑出香肠的味道 非常的特别 还在吃那个冰朗的香肠这样 但是很特别很好吃 蒙冰箱的飞鱼卵香肠味好 搭配老叶独特的辛香呛辣味 丰富了味觉的层次 有客民重视一口接着一口停不下来 别有一种风味啊 这个是可以接受有那个老叶的辣味这样 香味 吃起来还是可以接受 好特别 这从来没吃过 我们阿美族大概就是包槟榔啊 然后把像用商场的包起来 这应该也是可以成为一个美食 风冰箱高山部落的布农族妈妈颠覆了老叶包冰榔食用的刻板印象 把自己栽种的老叶拿来包香肠 研发制作了一口老叶香肠 立刻征服桃柯的嘴 妈妈妈说老叶香肠一定要选用老的采购味 以前老人家种的后它不会死 它一直 我们的那个山后 全部了 所以我跳 跳那个比较漂亮的 也有比较嫩的 不是比较嫩的 没有那么香啦 要老一点的 果真姜是老的辣 妈妈妈这一口老叶香肠 有趣又美味的独特滋味 不仅是高山森林积极的招牌菜 在继飞鱼卵香肠之后 现在也成为了封冰箱的隐藏繁美食 老叶独特的辛香腔辣风味 现在反倒成为了桌上美食佳肴中 最不可或缺最抢眼的绿叶 记者是欲蓝 封冰采访报道